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对于大家在讨论双金,个人提出看法 双金和该戏演员在一集一集讨论剧情 当时小金就跟大金共用衣橱 小金穿白色上衣,黑色长裤 跟大金五月去参加白想是同系列的裤子 大金快唱完第一首歌,对着小金闭眼揍鼻子笑 大金真像狐狸,在对小金放闪时 用麦克风遮住鼻子,不想让人识破 接着切蛋糕,大金也没有想到要切蛋糕 他还问主持人怎么有蛋糕 主持人沉默以对,不是厂商也不是粉丝 也不是经纪公司朋友送的,那会是谁送的 接着主持人问你会在韩国滑雪还是到国外滑雪 大金说他不曾到国外滑雪 在韩国他已经有去各个滑雪场滑雪过 这是大金针对小金在日本所提出来的最后 大金说我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主持人就在偷笑 因为小金在日文见面会时提到 要去爬山,要去瑞士滑雪 大金在首尔场回答小金在日本提出来问题 小金说想要去爬山 大金在首尔见面会上说从去年开始就没有去爬山 也很少骑脚踏车 大金说今年很忙没有时间去爬山 爬山要事前开会规划 要是有放假要去打高尔夫 至于大金在首尔见面会唱完第一首歌时 闭着眼睛皱鼻子,再跟小金放闪 你们可以把它放大放慢来看 有人说左上方是汤薇 他每次往左上方看都用很深情的在看 汤薇是有老公的人 以大金在韩国是顶流 他不会不懂分寸 才不会引起别人的误会 在张杜妍杀龙节目张姓主持人问大金在寺前会想吃什么 大金回答说想吃肉 才有后来如鱼得水这首歌 小小金说大金就是这样让他很疲惫 大金就说待会在搭电梯时就会吵 小金说他回家也会想 大金回答他很满意 主持人看着两人觉得不可思议 吊仔俊就问道道还有没有在录影 双金都入戏很深 不是只有大金入戏很深 双金去参加张杜妍还有吊仔俊三个一个参加 其中主持人叫他推荐宵夜 小金就说鸭胸肉是吊仔俊提供的 这次在大金的见面会 主持人也要大金推荐 大金就说鸭胸肉 还有麻辣香锅 在沙龙那个节目主持人问大金在死前会想要吃肉 在小金杀青上大金突然去看他 小金一看大金怪怪的 问大金怎么了 大金忽然用力拥抱小金在外套上留下唇印 因为制作团队捡了很多 大金说这是演鸿海人的金志愿 我也会很努力追上去 小金就拉着大金的手 可能叫他不要再说了 很多花絮到后来都跟原版不同 都被剪掉 双金是双相 不是大金一个人在乱搞的 就看以后他们的发展 双金在中营会上一起切蛋糕 切好蛋糕 那个女性导演就对双金说 恭喜你们已经结婚 双金有在双相沟通 记得小金在讨论剧情室那一集 是双金在打猎场过夜 小金对于这一集提出见解 小金说明明是我的男人 为什么变成这么陌生 大金就带着很愧疚的表情 不是金秀贤 只是因为他美 所以有伤头 而是这个剧里氛围感太强了 天使地利人和 感情戏份浓郁 导演撮合他们 金志愿在这部剧也是颜值巅峰 而且剧里性格很强势 是和白贤又性格93%相似的金秀贤喜欢的 磕过很多小金CP 现在这对磕的什么花絮被剪得稀巴烂 没有吻戏花絮 拍照首饰传染等等 都和小金的另外一对CP磕得一模一样 小金是个很有童趣的女生 她的拍照首饰 口头禅都很容易传染给和她同事时间长的人 不止传染给过一个和她拍戏的人 但是大金和她真的不同平 而且女生排过三流之路和都市 应该很懂男朋友有个好闺蜜 是什么感觉吧 这两句都探讨过这个问题 这两个人在一步一步的缓解舆论 粉丝的情绪 让所有人都感觉她俩好配 希望她俩结婚的方向引导吗 按理说电视剧都播完了 收视率都第一了 还有什么需要你们说的炒CP 可以出来辟谣了啊 但他们出来了吗 他们完全没有要辟谣的意思 不管男方还是女方 最近女方去新加坡参加宝格丽品牌方活动 宝格丽负责人直接叫的是金 夫人 小金直接回答yes 你觉得国际公司一个西方女性奢华品牌的高管 会不打听清楚的情况下乱叫吗 他们很客气啊 超级有距离感的感觉 小金和其他合作伙伴好像都没那么有距离感 就很自然 所以也是奇奇怪怪 可能是两个爱人吧 其实感觉比较适合做合作伙伴 不过感觉会有点悲催 没办法二搭了在韩国 他们合作拍戏还是挺有感觉的 那个特辑金秀贤说 自己跟白贤佑相似度90%级来着 然后好像说自己本人不太会喜欢剧中女主的那种性格 但他又很快速地解释金志愿和洪海音完全不同 她是个温暖的人 还有个姐妹分析剧李白贤佑从一开始对女主的喜欢 以及后来生病后感情富人 都是在女方处于弱势的时候 古此类男人大概率有点大男人英雄主义情节 喜欢那种需要自己 照顾呵护的小女人 加上金秀贤本身的原生背景 她应该也会喜欢或者说选择温柔懂事理性又不强势的女人 共同生活 那互相取暖的最好 而在一个采访中女金说自己喜欢 在家听雷声男金喜欢丁火发呆 并且说只是内心渴望温暖和安全感的表现 不过这些吧都是福尔摩斯们的推理 因为小金前面几部戏都有追着花絮看 我反而觉得小金这部花絮也好 采访也好 两位的氛围有点太不大方营业了 有点避嫌 按理说两位都是很敬业的演员 大大方方畏惧宣传没什么 抱持距离有点奇怪 感觉两个人都挺好的 但是确实有时候感觉很真 有时候又觉得只是为了俊轩而已 因为其实真夫妻那几对都是特别明显的那种 但是感觉两个人虽然不在一起 但是关系似乎也还不错的样子 这就可以了 希望二大 记得之前秀曼就说过很喜欢全界 由此可见他喜欢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志愿和全界完全不是一个性格的人 志愿属于内心系特别多 但表达的少 但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 也许就是这样 不是对方理想型的人 最后可能也就走到一起了呢 金志愿看起来就是淡淡的 很安静的拐女孩 你不来找我 我绝不主动那种 全志贤充满活力 给人感觉很独立强大 而且他和金秀贤都很喜欢运动 确实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感觉早些年的秀满 喜欢能引导他的那种女生 比如全界现在他成长了可能换类型了呢 小金最近还看心理 包括大金的专业度等等 小金和他合作一定是很愉快的 是有对大金有一点崇拜和好感的 但是这个崇拜和好感能不能要求转变为喜欢 这个对于小金来说是需要时间和对这个人的长时间私下相处的 才能彻底打开心房 而大金呢 我觉得就是有点拍着伤头了 虽然他很专业 但是像你说的天马行空的他 对于有点阳空的他来说 控制不住逐渐的喜欢 志愿以前就说过 看心你喜欢全姐 至于现在说是大金的粉丝 感觉就是一种对前辈的礼貌 就像说是张杜妍粉丝一样 女的说榜样的时候 提到了金慧秀迎入真 感觉事业心挺强挺有逐渐的 当然人在遇到让自己行动的人的时候 会不会冲动做选择 谁都不好说 要想成 男的给给女的明确心意和持续安全感 而且最好不要太影响女方事业 能不能成后续的 我是觉得看大金 无论他们会不会在一起 就静待花开 没有必要就发表一些不在一起的言论 本来剧放完就伤感了 我们粉丝只要无条件支持他们就行了 缘分这个东西来了 我们粉丝也挡不住静待花开 不住静子 咱们尝尝 咱们尝尝